最终最好拥有自己的飞机等等 我们只是看那个时机 现在还是言之过早了 我们watch and see 就是我们等着瞧 因为坦白讲 在危险危机 危险的时候也可能有机会 我们也不要勉强做生意 其实飞机的那个 是不简单的 Maintenance 它的资本也是很高 还有它的维修费也是很高 维修费很重 而且你飞机放在那边 也要付它的那个 对对对对 像最近有很多生意不紧 而且它的飞机放出 它还是要放天空飞 因为你如果没有飞 那引擎也是麻烦的 是你没有维修的很危险 所以我们就在那六七年前 我们就在中国 进行了这个什么房地产 你在中国第一批那个 这个所谓房屋计划是大约是多年前 大概是七年前 七年前大约是19002年这样 2002年 为什么我们早期不敢 早期买地可以吧 到只有我们看准了2007年 2002年 你的第一个计划是在什么地方 2001年 2002年 我们是在淡水 淡水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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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故乡啦 淡水是我的故乡 就是在那个淡水惠州 是惠州广东省一个小市镇 惠州市里面的一个小镇 小镇 而且我们为什么选择小镇 我们看得到 中国的房地产因为人多 如果是说 我们把这个房地产放在大城市 本钱太重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风险也太大了 所以我们就放在一个小市镇 当时这小市镇的淡水啊 它也不用下标 现在整个中国都要下标 你要买地 或者你要拿地 对吗 以前不用 所以当时我们就趁了这个机会 所以你是从事这个旅游业 还有工业 为什么你在房地产方面又没有经验 为什么你会从事这个房地产 这个这个可是很多人想知道这个问题 其实讲起来我是没有经验 做这个房地产 可是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大 毕竟如果 只要是说我们放一点眼光 我看应该可以 所以我们找到一个中国的一个很好的伙伴 他本身也是我本身的一个情绪 也有一些血缘的关系 到最后我们就从业于这个 就投入了这个房地产 他本身有经验 他本身是早期都制造房地产的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把它发展起来 现在我们也建了大概是69栋 我们原本意期 在2010年要建到115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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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